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中国《微动的》 内地资金氾滥就人所共资 不少企业,特别是民企 仍面对着融资难融资贵 而需要有资金帮忙的领域 又拿不到资金 究竟现在有什么方法 将资金传导到有需要的地方 哪里才是信贷市场的新角力场 我们会一年多集谈谈 今集先从消费信贷说起 以消费带动经济 一直都是中央很希望做到的事 不过消费谷极都谷不起 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消费观念 不同西方国家 存钱多过花钱 更加不用说是先花未来钱 透过借钱来增加消费 都不是那么多人愿意 这套的确不是人人都仇 不过新生代即是八九十后 甚至是00后就很不同了 他们消费力强 愿意花钱 消费信贷和信用卡的出现 就直接增加了他们的消费力了 用信用卡消费 在大部分内地人来说 仍然是新鲜事 王小姐去年才申请第一张信用卡 现在有三分一的消费额都是6卡 因为有信用卡所以刷的时候就刷 就很快的就刷完了 就有一种概念 就好像我有那个信用卡之后 那我一个月就好像多了这么多钱可以用 就不会像之前花钱是那么考虑的多了 比方说如果是之前1000块钱的一个东西 我会考虑这一下刷完之后 储蓄卡里面的钱就 就一下就少很多 那有信用卡就直接刷了 所以借钱来买东西 的确会加大了人的消费意欲 不过王小姐暂时都很克制 勒着自己 不让自己拆过多个份自己的份量 一出月结单 他就会还钱了 如果更多人好像王小姐肯借钱买东西 对银行以至整体的经济都是有好处的 对银行来说 预期将资金借给一些坏涨率高的行业 不如就将资金投放到更加有贷款需求的消费者盘沫资金 而民间资金多部分用来借给人消费 总好过流到不同的领域 好像楼市和股市就造成了泡沫 而对经济来说 亦都可以做到由消费带动经济 有利结构转型 现在消费信贷市场究竟在内地来说有多大呢? 去年就有余额超过19万亿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2015年的时候 估计三年之后就会多一倍 每年的增长率都有超过两成 虽然目前消费信贷当中有七成半都是住宅按揭 但估计随着越来越多电商和金融机构的加入 真正用来消费的贷款占比会越来越高 特别是据估计 其实内地现在有超过8亿人都未接触到传统的银行信贷服务 所以估计市场空间增长可以非常之大 这个市场就越来越多电商和金融机构加入 主要就是因为中央都很支持发展消费信贷 去年国务院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放宽到全国之后 银行和银监会在今年3月底都出了一份指导意见 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成立消费贷款公司 以互联网等等的创新方式加大对新经济产业 例如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健康和网络消费等等有支持 不止,很多民间资金都希望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 近大半年很多电商和P2P平台都搞消费贷款公司 提供一筆国或者分期付款 其中一些电商都很积极 例如腾讯旗下的京东 他们有个服务叫京东白条 大家可以看看影片,这里就是他们的购物网站 他们都是标榜先消费后付款 超过五成的交易说现在都有用到白条 例如一些新手机的发行 现在的发售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服务 至于苏宁方面,他们都有这些服务叫任性负 标榜信用卡都不用付 买家电、家居装修的时候 可以30日内分期贷款或借分期 最多借20万 苏宁说今年上半年 他们在节兴日子的订单量都已经升了10倍 所以这些服务的确可以增加消费 另外其他电商好像百度 以及蚂蚁金服等等 其实都有差不多的服务都可以付出 看到这些救密网站 对象当然就是以年轻人为主 很多宣传都写明是针对一些大学生的 一些救密网站 例如爱学泰、休分期等等 很多都是以电子产品 好像手机、电脑、或者名牌手袋 这些年轻人最喜欢的产品为主 分期日工几元就可以了 而月工几百元都一人买到 所以给很少钱就买到很多东西 他们不单分期借钱去买一些电子产品等等 其实旅行也可以 或者是一些演唱会也可以分期 例如正经一些 看一些增值自己的服务 例如看到这些 可以去学车或者学外语等等 亦都可以分期付款 传统一些 例如一些汽车分期等等 亦都是应用尽有 所以你想正经一点也可以 玩的亦都可以分期付款 但是究竟这些消费贪团公司是怎样运作 又会不会很难收回这些钱呢 我们就找了一家在北京的消费贪团公司 一起看看 这家在北京的贪团公司成立三年 近大半年开始专注在消费贪团业务 他们除了会直接一筆贪团给消费者之外 亦都会和商户合作提供分期服务 每筆贪团额1000至15万元人民币不等 合共贪出大约100亿 对于消费的促进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合作的一些婚纱店 一些婚姓公司 包括一些医疗美容的这样一些机构 他们的客户往往是比较年轻的人 他们的支付能力不强 比如说一个婚纱罩 他可能需要1万块钱 但是他可能想需要2万的套餐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做一个分期 你在未来几个月慢慢偿还就可以了 他的客户多数是20至35岁 来自三四线城市的白岭和公务员 他说这批人消费能力强 加上全国仍然有8亿人 未接触到无抵押贷款 相信日后市场需求相当大 不过内地目前未有统一的 个人信贷记录系统 难以得知个别客户的信贷状况 面对怀障风险增加 公司要自行研发系统 来判断是否批出态款 比如说这个人喜欢玩游戏 或者说这个人喜欢在半夜两三年的时候 买东西或者打电话 那这个人可能患账率相对高一些 或者说他离婚了 或者说他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只待了一年比较短的时间 那这种患账率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但也要跟其他的一些特征 一些数据来综合来判断 他不愿意透露目前的坏账率有多少 大致已经较三年前减低了一半 他告诉我们 其实连星座都跟坏账率高低有关 你知不知道哪一个星座坏账率最高 难道是金牛座? 不是,是我的山羊座 因为他也说了 其实现在很多这些公司 客人来做贷款的时候都很心急 往往要半个小时就要得到钱 所以他们只要输入客人的资料 系统就可以即时决定 是否将笔钱借出去 而收费方面就是年息五至十厘左右 看起来好像金融信贷的前景都很不错 但不是那间公司都有足够的成本 去建设一些分析系统 来配合大数据来分析客户的信贷状况 内地的发展金融消费信贷 其实面对着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个人的征讯系统 现在内地的银行体系 只有三亿七千万人的信贷信息 即是有差不多十亿的人 都不知道他们在信贷上的信用度等等 所以批贷款的时候都有难度 而且在消费贷款不是一些大额的贷款 和过往银行做一些贷款的审批方法很不同 都很考起银行去做这些贷款审批的力度 另一个问题就是坏帐率的问题 刚才我们都说到年轻人 是借钱消费当中最大的一群 但他们的还钱能力有多高 的确令人怀疑 有大学生就越借越多 走去一些大耳窿的地方借钱 高息之余 又出现有部分大学生要裸态 即是拿着身份证要拍裸照 才可以借到钱的案例 另外这些分期贷款网站 很多都是P2P平台 大家都知道P2P坏账相当高 之前都有一间网贷平台 就是疑讯 被爆有8亿贷款的坏账 债主最终都是追债不成 而这些亦都反映了做小额金融的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深思的 就是整体中国的债务负担 由政府和企业转向过人 过去一段时间 中央积极鼓励企业和政府去杠杆 但今年以来 其实银行的新增贷款之中 中长期的贷款不断增加 主要是来自居民买楼的按揭贷款 所以可以说信贷市场很大程度上 是由个人推动的 现在继续鼓励民间和个人增加消费信贷 就相等于叫个人加杠杆 企业就去杠杆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和学者都提出过警告 麻木增加个人贷款风险可以很大 因为通常都是不够钱 即是低收入人士才会借钱消费 其实他们的还款能力相当低 所以以外国的经验来看 好像03年韩国有一个信用卡危机 正正是政府鼓励信用卡消费而带来的金融危机 所以内地要向这方面走 其实都要相当小心 没错 现在内地还越来越多人借很多钱去买楼 究竟会不会超出他们的负担范围 又令到坏仗越来越多 消费能力又越来越弱 似乎监管部门真的要看实一些 今集中国李董迪来到这里 收音符 转发了